《非诚勿扰》 佛门内有句说话 叫做 唯摩一脈 声如淵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唯摩一脈 声如淵雷 这是一个禅门的公案 这事门的公案是解释什么是不义法门 佛门是不义法门 事常听人说不义法门 为何是不义 这是出自《维摩经》的事门公案 宋朝说斗重显禅诗 维摩大事去何从千古令人叹莫穷 不义法门幽更闻 夜来明月上沽风 不义法门是指什么 先说维摩大事去何从 什么是维摩大事 维摩大事即是维摩居士 是佛陀的在家弟子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维摩居士是释迦牟尼佛的在家弟子 不是出家弟子 他是中印度的一个长者 Vicelli The city of Vicelli Vicelli 他虽然在陈族中 善居士身 但是精通大乘佛教的教义 而且他的修行 不单只是精通教义 他的修行高远 虽然出家弟子也有不及 他时常自称有病 他时常说 以众生病是故我病 为何他有病 众生有病所以我有病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 令文殊斯利菩萨探病 维摩杰居士 以种种问答的方式 显示空和无相的大乘心意 这是出自《维摩杰经》 《维摩杰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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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为《无构清》 《维摩经》亦称为《无构清经》 根据什么是不易法门呢 《入不易法门》是指修行者 超越一切 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 而证悟到真理 所以叫做不易法门 什么是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呢 佛法是讲求体证 是讲求正悟 不只是讲求盲从 不是信就可以 还要去体证去亲验 根据《维摩杰经》 《入不易法门》品记载 有一次 当日 文殊施利菩萨问质 维摩居士及诸大菩萨 议论佛陀所说的不易法门 大菩萨也列举了很多 二元对立的思想概念 什么是二元对立呢 有生有灭 二元对立 一个生一个灭 高低美丑 清淨和污染 善和恶 福同罪 名和无名 性和烦 这叫做二元对立 有生有灭 其实我们活在二元对立的有为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要消灭这些二元对立的思想 就等于消灭了妄心 因为这个二元对立的思想 是从妄心而起的 如果消灭妄想分别心 便可以 入不易法门 超脱生死 而成为觉者 众生是因为妄想分别而造业 沉沦这六度轮回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是非 这件事好 这件事不好 有美 有丑 有贫 有富 不断去分别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没有离开分别 因为我们所有用的心 是妄心 不是真心 《灵验经》里面说 若以生灭的妄心为本修因 去证悟 不生灭的大性 佛法所证悟的境界 无有是处 所以我们不能用妄心去修 以真心去修 而知道有些真心的存在 所以佛法 整套佛法就是心法 最后文殊施理菩萨 对这个入不易法门的讨论 总括来说 他说 照我的想法 对一切法 如果不加与妄想分别 不妄加言说 甚至远离 言语思维概念 就是入不易法门 便证悟到如来的智慧觉性 文殊施理菩萨以大智清明 大智文殊 大行普然 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怨地藏菩萨 文殊施理菩萨以智慧出著名 他说 如果入不易法门 即是没有了对缘 对缘 意言对立的思想 没有了生灭 没有了美丑 没有了是非 没有了贫富 没有了善恶 这些分别妄想 没有了这些 甚至乎离开言语思维概念 那就是入不易法门 为何要离言语思维概念 有言语思维概念 就是二言对立 有言语思维概念 就是妄想分别 因为有言语思维 就有概念 有概念 怎能离开妄想 文殊施理菩萨所说 入不易法门 就是离开言语概念思维 他说完之后 就请问唯摩洁居士 请问居士 不易法门是否这样解释 如果入不易法门 是否这样解释 唯摩洁居士当时怎样回答 默言无语 默言无语 即是说 唯摩洁居士不说话 文殊施理菩萨即刻赞叹 善哉善哉 连文字言语都放弃了 连不可说也不说 这便是真正的入不易法门 是门 如此功运为 唯摩一脈 升于冤雷 即是说 唯摩居士一句说话都不说 其实他的话声 比雷更大 唯摩一脈 升于冤雷 不易法门 世间上的烦恼 往往都是因为牵前于是与非 人与我 爱与恨的执着 逃不出身口二三恶业 因为恶业而受报 产生无量的痛苦 因为有人我 有是非 有人我是非 便有烦恼 便有我执 一有我执 怎能够消除烦恼呢 一有烦恼 烦恼一产生 身口二 便做业 身怎样做业 身用行动去做业 有烦恼的时候 你有行动所表现 抗拒这种烦恼 或者为这种烦恼而辩论 为这种烦恼而斗争 身口为这种烦恼而作口业 意为这种烦恼而有贪亲痴 杀盗淫妄的开始 便受报 所以 有亲人我意缘对立 有生有灭 有是有非 有人我我就有烦恼 就有烦恼的时候 就有作业 所以大家知道 千万不要论是非论人我 佛法 最重要的是 先破我执 后破所 先破烦恼障 后破所知障 烦恼障就是我执 所知障就是法执 破了我执 正如阿罗汉的境界 阿罗汉的境界就是 超脱六度轮回 超脱生死的境界 破我执 一定要破除法 一定要无我 欲除烦恼 无需无我 破不破我执 破不破我执 所以这个意缘对立 其实是 是一个关键 在佛门里面 这个不义法门 不义 即不是两种对立 千万不要作用 凡事用两种对立 就有是非 所以佛门叫做 不义法门 天台中 说不义法门 归纳来说有十个不义法门 第一是悉心不义 有悉心不义 内外不义 修性不义 因果不义 染症不义 子观不义 权实不义 医症不义 自他不义 三业不义 简单来说有十个不义法门 还有少少时间不义 很概括 这些比较高深一点的义理 可能在座初学者 你不知我说什么都未定 但不要紧 如果你可以思维一下 它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悉心不义 什么是悉 悉 观照的对象 所观之境 现在我所有一切所见到的事 便是悉 悉 如果用英文说是matter 这个matter 不只是 占据space的matter 还包括sound 声音都是属于色 色声香味触法 色是观照的对象 一切境 一切matter 所观之境 即是object 这就是色 心是什么呢 心 能观之智为心 能观是什么 这是毛巾 这个毛巾是色 我能见到这个毛巾的所观之智 当然能有所谓的subject and object 有能观之智 所观之境 世界上全部都是这 有所观之境 能观之智 一切色都是涉于凡夫的一念之中 所以唯识学中说是唯识无境 所有东西都是由色所变现 色有八色 眼色 耳色 鼻色 身色 意色 末罗色 阿那耶色 还有意色 八色 一切色都涉于凡夫的一念之中 所以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遗色无境 不可以分开 色法是一的 不是二的 如果将所观之境 能观之智分开 就有人我分别 当你知道在念心里面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唯识无境 如是者去观照他 这一念心在哪里 当时这一念心落在何处 落在色境 便有烦恼 为什么 落在色境便有是非 有仁我 有生灭 有丑 有美 有恶 有善 所以色法不易的意思是 色心 要相容 色心乃一而非以 内外不易 外境 外境是指众生 佛 和医部 内境是指自己的心法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体性为一 那怎会是二 内和外怎会是二 因为心佛众生 体性无别 既然体性无别 怎会有二 有不同 修性不易 为什么 我们人一念之性德 本来是具足一切 但必须假借智慧之力 再加以后天的 实践修行 才能显现 你不修行 怎能显现本来 具足的智慧 是通过修行 所以信愿行 必须具足 不只是信 还要去行 本来一念里面有清净的性德 本来这是具足一切 但必须假借智慧 去修 加以后天的 实践修行 才能显现 所以性 就是本性 修就是修行 本性本来具足 以及所修行 这两个关系 就像水和波 波就是水 水就是波 水即是波 波即是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水和波 波 其出自一体 其出自一体 哪有两种体 水和波 是出自一体 波是形相 水亦是形相 其湿性一样 即是 水与波 水即是波 波即是水 修 以修来照性 依性来起修 所以修和性是不宜 如果用英文怎么说 修是什么 the practice 性是什么 the original nature the essence the nomina 修是phenomena phenomena and nomina they are all the same 因果不宜 我们说是悉心不宜 内外不宜 修圣不宜 因果不宜 为何因果不宜 因果形相的现象 虽然有差别 由因到果 形相的现象有差别 但是 虽然现象形相有差别 果从因生 因能生果 两个有直接的关系 本体无异 由因果 而因果是原生的 其中无实体 而是空性平等 无有差别 所以因果不宜 虽然不宜 由因才生果 不宜之中 亦都有意 形相 而 其体性 则一 这些 不宜法门的理论 是要去思维 如果大家永远是停留在 不需要思维的佛理方面 你没有进步 你永远只知道拜佛求福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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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民意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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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地位 加上于怂 而云及了自贪心 而不是正因 你根本仇因不正确 果诈于曲 ่ 所以我们要正 八正道第一 八正道第一是什么 正见 正见 正思为 正与 正业 正定 正正尽 你的understanding要正确 不是求 不是求的 染静不易 发声变成无业名 发声变成无名 而产生作用的时候 叫做染 即污染了 污染了便有烦恼 就叫做迷 无名变为发声作用的时候 趋向清静的时候 叫做正 无了烦恼 叫做悟 这个原生法 我们称为染静法 其实诸法无有固定不变的实体 两者皆属因缘性 为空性平等 皆归入圆满佛法真如的境界 所以染静无疑 即是 烦恼即菩提 菩提即烦恼 烦恼就是 迷即觉觉即迷 所以我们时常的佛门中的通讯 尊此并重 烦恼即菩提 你不要看烦恼是烦恼 烦恼是令到你觉悟的烦恼 我现在很苦 从苦里面体验到 原来人生是苦 我要脱离这些苦 无苦你不能够体验到人生的苦 体验到人生的苦 你怎样超脱人生呢 所以我们 有些人说佛法很消极 无常苦空 我们从消极里面 了解到积极之性 你只是看到消极那一面 你看不到积极的一面 你看到无常那方面 你看不到有常那方面 子观不易 子是什么 发声直言 叫做子 暂言不动 发声直言 叫做子 子就好像明镜 明镜的子水 一个湖 一个潜里面 水很静很清 明镜子水 观是什么 直而常照为观 观是好像明镜子水 映然万丈 明镜子水映然万丈 亦是水 所以子观实一体 而不是义 子即观 观即子 子是发声直言 观是直而常照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十个子观 简单说六个算 还有权实子观 权实不义 依正不义 自他不义 三义不义 这些时间不充分 再说一个简单的 是理不义 这些大家要知道 什么是是理不义 佛门里面说是理不义 是指什么 是指事相和事法 佛门的事相事法 佛门的事相事法是什么 佛门的早晚五堂功课 拜佛 坐禅 诵经 拜忏 今天大家拜忏 齋天 蒙山思食 移轨 这些是事 拜忏就是事 念佛 诵经就是事 烧香也叫做事 理是指真理 例如三藏十二部里面所善述的诸法空相 八不中道 唯识无境 般若空义 缘起圣空 一心三观 这些就是理 事和理有双重的意义 凡夫就执事相 聖者就通达真理 事显现万物的参差意别 参痴意别的相状 而理是显示诸法真如平等的体性 事有所不同 体性是一样的 在学佛的过程中 执着于事相蒙昧与真理的人很多 大家知道吗 执着事相 而对于理是不明白的人 信佛者不少 不少信佛的人虽然对于事相的羞耻表现出 舍而不舍的精神 拜佛念佛 烧香 对于事这方面 表现很精进 但是 每天在家中诵经拜佛 定期去佛堂参加禅七 佛七 拜忏 但对佛教的真理 往往是不求甚解 人云亦云 对于他们来说 修持只不过是为了 少灾免难 添福添仇 为来世的福报 所以 每天念心经 而不知般若空义 每天诵阿弥陀经 而不知静土耀子的信现行的人 亦很多 因为 他将事理分开了 即是事理为义 迷于事 迷于你而执于事 只是执着 拜佛诵经 而对理 是不明白的 其实事理是不义的 是一样 出自一体 所以这些大家要 要知道 我们说回不义法门 说回民主施理菩萨的不义法门 最后民主施理菩萨对不义法门 总结了 《禅宗》里面 有一部信心铭 是曾颤禅师所说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 知度无难 惟严 简责 但莫 憎爱 动然明白 这几句说话 曾颤的信心铭是很早期的作品 知度无难为原简责 但莫憎爱 动然明白 即是说 究竟原本真理 并不是深奥难懂 只要 不加以简责分别 不以简责分别的知见去探求 只要不存有世界的喜爱 同为憎恶 真理就会漸漸清晰地显现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佛教的千经万论 无非道向 入不以法门 有所分别 永远都是活在有为法 永远都是活在有生有灭的有为法 所以心经里面说 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增不减 识即是空 空即是识 全部都是告诉你 千万不要有妄想分别 千万不要有意愿对立 憎爱高低善恶美丑是非 全部是令你增加烦恼 要脱离这些意愿对立的境界 菩萨门消除对立 以菩萨用消除对立的方法 进入不以法门 要消除这些对立 才能进入不以法门 表示对论题两个极端都不执着 也不会执着善 也不会执着恶 这种方法 会否堕落另一个知见 非善非恶 要建立 是否建立非善非恶的见解 会否自相矛盾 大家要知道 如果用言语概念辩论是非 已经扰乱了自称清淨心 所以维摩居士默言无语 文殊施理菩萨将入不以法门 从第一个高峰带到第二个高峰 即是文殊施理菩萨 超脱言语概念思维 就走去第二个高峰 不会执着言语 人执着言语概念思维 所以有烦恼 某人说出他的说话 你认为 伤害你的自尊心 你就会反抗 你就会产生烦恼 你见到某样东西 眼以鼻舌身 六根感官的感受 全部是概念思维 文殊施理菩萨 推到入不以法门 第二高峰 说我们要超脱言语概念思维 这种是属于以言显言 为什麽用言语概念 怎能够彻底 明白真理 维摩杰居士 比诸大菩萨更高超 他将讨论推到第三个高峰 他索性 对一切二言对立思维的见解 以无言无说去表达 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大家《金刚经》有没有听过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知相非相 则见如来 一乐延传变成戏论 其实文殊菩萨 是众菩萨智慧之首 他当然明白 墨言无语 这种境界 但因为文殊菩萨 很谦虚 谦顺 造就一个阶梯 给 维摩杰居士讲墨言无语 并不是文殊菩萨不识 并不是文殊菩萨 给维摩杰居士的智慧低 而是文殊菩萨 很谦虚地造就一个阶梯 给维摩杰居士讲 给维摩杰居士表现 无言无语 神门有一句说话 他说妙高山上 从来不许商量 第二风头 诸祖略荣 回话 大家明白为什麽 妙高山是什麽 衰微山是妙高山 Sumoro Mountain 在妙高山 即是妙高山 譬如修行的境界 修行的境界越高 从来不许思量 妙高山上 从来不许商量 修行的境界很高 不落望心 怎会有商量言语的余地 是 第二风头 诸祖略荣回话 当禅者 到了 好像妙高山 这样的境界 已经超越了言语的范围 因此是无言无说 但为什麽佛门里面有 这麽多汗牛冲动的公案语录 这些是祖师 为了方便 容许误性 稍信的 稍低的禅者 以言语去表达禅的世界 这是第二风头 即是在低的境界 诸祖略荣回话 有些语录 有些讲话 有些香板 有些时门的公案 有些参码头 这是第二个风头 好了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稍微 深一点 大家可以去思维一下 佛门的意理 高深莫测 所以 所以我们 《开经》里面说 无上甚深微妙法 就算你窮一百年 你也未必 能够 达到 所谓第二个风头 不要说妙高山上 第二个风头 无言无说的境界 最后那两句说话 维摩 大事 去何从 千古令人 叹莫穷 我以 下面的两句 最后那两句 是结束今天所说的开示 后面那两句是什么 不义法门 幽更闻 夜来明月上沽风 在这个不义法门里面 意愿差立不成立 言与概念亦属于妄见 有什么要说 不义法门 也没有什么要说 不义法门 幽更闻 有什么要说 当夜来明月上沽风的时候 辟与禅者 苟结清淨 一尘不厌的心 如苟月当空 这个时候 朗诏无为 这种亲身的体验 还需不需要思维去分析 还需不需要言与概念去判别 韩山诗里面有一句说话 韩山子 韩山诗里面有一句说话 吾心似秋月 逼谈心皎结 无物堪比伦 教我如何说 你想问我心 现在清静到什么地步 没有东西可以给得到 你叫我说 怎样说 无物堪比伦 教我如何说 这个境界不是凡夫可以了解到的 佛法一步一步去深 我们一步一步去追尋 佛法这个境界 释交茅尼佛 这种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 我们要去追尋 但最重要是先破了我执 连我执都未破 如何去证菩提果 如何去证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大家还活在异言对立的 是非人我的境界 如何去追尋这种无上正等正觉 今天先说到这里 我执行 不知 能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